大家好,歡迎收看健康老天室 長照路遙誰給力,我是主持人何鈺 台灣目前有超過31萬名的實肢症患者 預計到了2050年將會快速增長到80萬人 實肢症除了讓患者生活能力持續退化外 家庭也會面臨到複雜的照顧困境 許多人往往認為失智了就失去了認知與行動能力 事實上他們還是能透過不同方式與社會做出連結並做出貢獻 今天我們就來到了失智症中心 要來跟大家聊聊該如何協助年長的失智症患者 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 我是徐文君醫師 基本上失智症大概80% 90%都是在家照顧 有他熟悉的環境 他還是可以做很多他日常生活的工作 那對一個人來說可能空間也比較大 如果在社區裡面有活動去參加 那晚上可以回到家裡頭來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社區的照顧模式就是目前的 譬如說私事服務據點 或者是日間照護中心 另外一種情況之下就是說 24小時的機構 第一個就是說他如果身體的照顧需求是高的 譬如說可能要翻身要這些的 甚至有管路的時候 那這些家屬照顧也許他難度比較高 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失智者的這個日夜顛倒非常嚴重 那照顧者他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照顧 外籍看護工也不一定能夠請得到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說照顧的人力不足 那當然也是到機構可能也是一個選項 罹患失智症不單只有記憶力的減退 隨著病程發展還會影響到其他認知功能 甚至併發肢體障礙 不過到底出現哪些情況 才叫做失能 失能我們通常指的就是身體的失能 所以中風的病人 他可能真的年紀大 可能某些的程度他就是臥床久了 那個髖髖骨的骨折 骨折之後他可能就臥床 失智者大部分都還是高齡的 所以會一起合併出現 許多實施症患者生病時 可能還在職場 甚至是家庭支柱 我們台灣就有一間失智症咖啡館 像是提供了他們一條路 讓他們相信自己也能對社會做出貢獻 他們雖然送餐慢了點 又常常送錯餐 但是總會熱情的對待每位顧客 我們今天就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我們其實是外傷 我們是因為心臟停止跳動太久了 腦傷所以我們不是像人家是那種退化型的突然 就是慢慢的發現慢慢的變化 我記得是我會送錯咖啡 然後送錯我現在都跟他們講 這杯我請你 基本上我們的送餐其實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們會給他桌號 會給他飲料的名字 他拿著這個餐盤的時候會看到桌號 然後讓他送過去正確的地方 要能夠在咖啡廳來做服務的話 其實我們要把一個咖啡廳的工作 要剖析得非常的清楚 讓這個失智者 他可以去負責哪一個方面 譬如煮咖啡 他可能就是很簡單煮咖啡的程序 甚至我們還要把煮咖啡每個步驟 都要把它寫清楚貼在牆壁上 他只要照著做就可以了 所以對失智者來講 他其實沒有那麼困擾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可以煮出一個很像的咖啡 他不是一個重工的附近的工作 而是在這個設計上 都要適合他的這個認知功能的狀態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失智者協會 我們讓我們的失智者 可以當節目的主持人 司儀 那這樣他可以 他如果他這個人 他以前本來就是在 可以在講台上的人 對 在這個時候你把它設計好了 講稿都寫好了照著面 他還是可以站得上去 我們還是會給他鼓掌 那這個時候他其實他就很有成就感 第一個我們對於失智者 可能要先了解失智者在想什麼 但是事實上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願望 有自己他喜好 還有喜悟 有他不喜歡的 第二個就是溝通上面我們要學習 所以如果他的語言能力不好 包括聽力可能也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配合肢體的動作 抽其所好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要靈活的去轉移 這一位失智者他的需要 譬如說他現在急著要出去 但是你就跟他說 現在車子沒來 我幫你造計程車了 那這樣隔個半一個小時 他可能就忘了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常常會這樣問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是失智者打人 還是失智者被限制 被刺激的 所以他會動手 那其實照顧者也可能會 被動口也可能會動手 所以我們都一定要避免 彼此有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這種叫做災難性的反應 失智症的照顧者 其實是有比較長 比較高的這個學習曲線 一定要去多看書 多聽課 然後跟個案管理師做諮詢 台灣失智症協會 還有諮詢專線 是0800 474 580 像這些這些的資訊都要有 要學習 那還有家屬支持團體 也是大家可以交換意見 失智者的狀況好不好 其實跟他的照顧者好不好 是息息相關的 那這個也是呼籲說 政府要把這些照顧者的需要 要能夠更凸顯出來 家庭照顧者的支持中心 應該要像失智服務據點一樣 要到處都有 像在失智中心我們的設計 其實我們就是在幫助照顧者 我們教照顧者各種這樣的需要 包括這個疾病控制的需要 包括煽動如何去做 包括預防走失 包括這個財務的處理 包括這個我們如何安排 長輩失智者的活動 荷蘭的霍格威是全世界 第一個失智村 在這裡爺爺奶奶 可以如常的過著生活 自己去超市買東西 不用怕找錯錢 更不用怕走失 不過醫師的看法又是如何 以荷蘭的這個失智村的設計 其實我個人來說不是非常的贊同 第一個就是說 失智者他需要的是一個社區 一個正常的社區 一個一般的社區 那第二個就是 它這個荷蘭村 就是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要有很大的空間 這個專業照顧者要夠多 不如應該要有一個好的一個社區 就是說我們讓社區讓它變成是一個 失智友善的社區 當失智者走出來 趴趴趴走的時候 他有地方可以去 有安全性的考量 然後社區的居民也都可以 對這些失智者有所接納 這個就是符合在地老化的一個原則 並不是說我失智了 我就會被送到 送到一個失智村去 其實它有一些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當然住民都是 都是失智的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譬如說我去買東西 我當然可以去弄一個便利商店 可以讓它買東西 但是基本上它 還是沒有符合一般的需求 有一般的這個社區的需求 所以對於一個很輕度的失智者來說 其實他會覺得那個其實很無趣 但是對於一個比較嚴重的失智者 他可能就不是在社區裡面 能夠趴趴趴趴 所以失智村的設計 基本上它是一個可以 可以去學習的地方 但是它不一定適合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台灣比較適合的就是像新北的平溪 像屏東的竹田 那他們都有一種就是 把這個失智友善社區跟失智的機構 有一個融合 那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百分之百 都只有住失智的人 但是在社區裡面 當然也透過跟居民有很多的協調 很多的了解 所以就可以做一個融合共融的一個方式 它正好在一個竹田國中旁邊 也因為學習的時間很長了 大家能夠了解這個失智長輩的需要 所以國中生他們 他們甚至用一個社團的方式 可以來陪伴失智者 譬如說一個製造中心 這個製造中心 我們也可以讓附近的居民 附近的小學能夠進去 可以陪伴長輩 甚至長輩還可以 如果它是狀況還蠻好的這個失智 還可以到學校去上一堂課 所以我們要預備 這個社會成為友善 失智友善的一個社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為了解